台北市长柯文哲曾习荣北市议会 是罗马竞技场维也纳歌剧院本职都在表演 本届有六位议员因生涯规划或迫于无奈告别议会舞台 包括国民党籍议长吴碧珠 立根贵方 陈立辉 还有民进党籍何志伟黄项群 已经因酒驾风波宣布退选的同仲宴 现年69岁的吴碧珠在议会生涯长达36年 吴建议长资历堪称北市议会之罪 离开议会后将放下一切嫌疑也何不问世事 他说自己已经有利其俗的国家 该走的该看的都经历过了 未来将潇洒自在过日子 而已经72岁的国民党议员李格贵方将交棒给新生代 他在一场唱黄媒调讽刺克文哲克皇帝的斗序场景将成绝响 在20年当中我是用生命还有用爱 全心全意的服务 我就是像回归一般的市民 也就是所谓的职工 主动宣布放弃连任的国民党籍议员陈立辉则说 他已经担任五届议员 20年来每天都像在打仗带强生活 已经感到极度疲倦 卸任后最想做的是好好休息 找回快乐与乐观的自己 入生证据世家的何志伟 当年以最年轻议员入主议会 今年交棒给嫂嫂中佩林参选 他将攻读博士班重新当学生 我过去是最年轻的市医员 然后大家会超级用放大镜 心里面会不会有压力 真的有 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高温高压 因为就像很像牛肉面你知道吗 高温高压控股就变得很好吃 对于意志力体力还有脑力 都是非常严格的训练 那八年我觉得不敢说完美 但是一路真的很美 让自己被挑战 让自己被打枪 让自己被洗脸吧 那我觉得 常常被打枪被洗脸 那应该会之后会亮晶晶啦 同样是民进党及市议员黄向勤 因为初选失利 丧失竞选连任资格 他说自己从政治路坎坷 初选失利只能选择接受 昨天很多朋友拔刀相助 不论是民进党部或科事府 都有人细出讯息安排工作 目前尚未决定动向 但未来不排除在政治权工作 而令机欧妻外遇退党退选的风波 抢政新闻版面的同仲彦 拿出八年来的问证道具 强调他卸任后 忍会推动信专区 还要帮宅男开班受科 谈人生课题 这八年的问证理念 可以说是用尽心力 所以我觉得蛮值得 其实包括希望说 我对信专区成立的主张 能够坚持下去 其实有一些宅男 他们因为比较害羞 那他们也希望说 是能够找到一个方向 他也说自己有投资开公司20多年 负责五星级饭店家具及装潢工程 信任后会回公司 所以大家放心 董北去邀请